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直到在珠台前珍珠眠 我一生要被覆蓄自家 此時家可歡空已冠冕 詞曲 李宗盛 神人慈 神愛自主耶穌 離天堂中融化 甘願為世人彼此苦家 不外高舉世自保家 直到在珠台前珍珠眠 我一生要被覆蓄自家 此時家可歡空已冠冕 不外高舉世自保家 直到在珠台前珍珠眠 我一生要被覆蓄自家 此時家可歡空已冠冕 我一生要被覆蓄自家 我一生要被覆蓄自家 不外高舉世自主 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神愿今天早晨 我们先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 让我们真的 可以像新皮带一样 一早就承接神 心酒心油的浇灌 相信神今天要透过 祂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一个新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神新的作为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啊 门到祢的面前 向祢感恩 我们宣告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新的一天 有祢新的作为 让我们也对祢的话语 也对祢有新的认识 有新的领受 新的亮光 让我们活在祢新的恩典当中 新鲜的膏油 也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今天我们来到以西节书的 12章1到16节 12章1到16节 那开始进到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先来更多了解 或者说认识一下以西节 书这一卷书 我觉得从以西节这一次我们进到当中 也觉得对以西节有一些新的认识 新的体会 好像也在这个当中 好像信仰上面也再有一些新的成长 新的突破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恩 那关于以西节书真的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以西节书的作者就是以西节嘛 那以西节其实这个名字他本身就有上帝加添力量 或者说上帝必坚固或者说愿上帝坚固的意思 圣约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读以西节书真的都领受这个祝福 我们从原本第一章一开始看到就知道他本身也是祭司 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 他原本应该是要成为祭司的 可是没有想到被掳了 可是上帝就呼召他成为先知 那其实整个以西节在服事的时间 他的预言的时间大概约20年左右 那特别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以西节他在出生的那个时候 他那时候还没有被掳嘛 他是后来被掳 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 刚刚说了他是出生在祭司的家庭 本来是要成为祭司 那他在出生的那段时间 其实是先知耶利米已经在耶路撒冷传道了 那时候耶利米已经在传道 所以也可以说从以西节他在青少年的那个时期 很明显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很受耶利米的这个人 或者说耶利米服事的影响 对以西节来讲是蛮有影响的 那以西节的年纪其实跟但以理是差不多 另外一位但以理也是差不多 那但以理其实是比以西节要早了几年 大概是公元前605年 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以西节是稍微晚一点点晚 大概八年吧 公元前597年也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当以西节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但以理其实在巴比伦已经大概有一些成就了 以西有一些成就了 那我们在以西节书再继续往后看 其实以西节书有记载大概有三次 有提到但以理 关于但以理这样 那特别有一个点也讲关于以西节书里头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有一句话常常出现 就是人们就知道我是耶华 这句话在以西节书大概出现了有五十多次 有五十多次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就可以知道 其实以西节被呼召做先知 他的行动剧或者他的信息 他领受到的意象传递出来的 就是要让人知道神是耶和华 神是耶和华 所以也可以说整个以西节书 其实都在传递这样子的信息 那关于以西节书 其实在整个神的故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因为这以西节书其实就是在说 神所立的第一个约 神立约的这个子民 彻底的失败了 彻底的失败了 但是又会盼望新约要塑造着神的子民 在新约当中 到时候会有一位真正的牧人来到 甚至还会赐下圣灵 所以当我们读以西节书会看到 哇 真的那些异象 或者那些预言真的很糟糕 很惨 可是到后面又可以充满着盼望 神要做的心事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到12章 简单回顾一下前面的1到11章 那1到3章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关于以西节就是蒙召作先知 那4到7章 其实就是有一些行动剧 表现出来耶路撒冷即将被围困 甚至是毁灭的异象 那8到11章 神就是又让以西节去看到整个耶路撒冷 这个行恶的异象 前几天这样看真的觉得哇 神这样看代理以西节这样看 真的会让人非常的痛心跟难过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来到12章 12章等于是整个12章 其实又有两段的行动剧 那我们今天看的是12章的上半段 1到16节是其中一段的行动剧 那我们先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听 以西节读12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 他们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 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 你去使用的物件 在白日当他们眼前 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 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 带出你的物件去 好像预备卤去使用的物件 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 亲自出去 像被卤的人出去一样 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 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 到天黑时 你要当他们眼前 搭在尖头上带出去 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 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造 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 白日带出我的物件 好像预备卤去使用的物件 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 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尖头上带出去 次日早晨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 就是那悖逆之家 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 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 你要说 我做你们的预造 我怎样行 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 他们必被履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 也必在天黑的时候 将物件搭在尖头上带出去 他们要挖通了墙 从其中带出去 他必蒙住脸 眼看不见地 我必将我的网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 他遂死在那里 却看不见那地 周围一切帮助他的 和他所有的军队 我必分散四方 也要拔刀追赶他们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 分散在列邦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 得免刀剑 饥荒 瘟疫 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 诉说他们一切可证的事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今天上帝又对 以希杰说就是又要他演了一出行动剧 那特别你看今天的第二节说什么 住在悖逆的家中 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 那可是第三节 虽然神要以希杰这样子去做 可是神仍然心意是什么 虽然是悖逆之家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思想 神啊 你的心意是什么 神啊 你现在在做什么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 可能也在不同的职场 不同的环境 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常常会透过环境或透过现况 其实神有很多的心意 也在对我们说话 真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向着我们的神 是有眼睛的 有耳朵的 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神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在大环境在做什么 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做什么 让我可以看出你的作为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常常听见神的声音 因为神不断的就是要引导我们 在祂的心意里面 在祂的计划当中 或者说在祂的作为当中 更多的认识神跟知道神 所以今天会从这个十二章这边的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以希节的部分 那以希节就是 神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神要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从以希节这一位先知 他一个顺服的生命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今天会透过以希节 来跟大家有三点的学习来分享 第一个学习到的就是 顺服的生命会进入神的心意 顺服的生命会进入神的心意 在今天的基文十二章第七节 下着的景况 没多久我们还会再回去耶路撒冷 虽然之前耶利明先知已经讲了会被辱七十年 可是仍然有假先知就是传递说这个景况不会太久 很快就可以回去啊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神的店还在啊什么什么 类似这种假的信息假的好消息 可是以希节却是当他顺服神的话语 好像去演这个行动剧的时候 反而他就进到神的心意里面 真正神的心意是在顺服的当中会进去 所以讲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真的 当我在刚出信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经历 那个时候是这样我已经在银行工作有一段时间 可是上帝就是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那个时候要去参加一个特会 类似就是叫做那个返韩圣会 就是会有一周的时间到韩国去那个 乳鱼岛存福音教会赵宫基睦哲教会 那时候哇全世界对啊教会教师 要去那边参加那个特会去禁止祷告 当我要计划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我周遭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干嘛 我已经在银行有好好的工作 为什么需要好像为了去那个医院 那时候没有办法请那么长的假 所以是我需要离职去韩国参加这个特会 然后大家还不能理解是 我去那边竟然还要进食祷告 所以那时候周遭的人甚至教会 有些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这样子对神的一个回应 好像也让我的生命真的进到神的心意里头 当然那一次不是一回来就马上全职 其实我是连续两年都这样子做 所以去完之后其实那时候银行第一次去完之后 银行还是有把我找回去居住工作 可是隔年又一次在暑假的时候 7月我又再一次又是提离职 又是要去韩国祷告山 那那个时候可是反而因为这样 我的人生就走到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从以西节的生命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 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会进入神的心意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呢 顺服的生命会使他人知道神 刚刚前面有说整个以西节书重复了50多次 有50多次都讲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今天的最后一节16节也是最后就说什么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当以西节顺服神他这样子去演这个行动剧 传递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人看好像还不太晓得 只知道好像有被乳被逃 甚至今天的经文13节这边说什么 他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迦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 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 那个时候演出那个剧 然后传递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人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事件其实是预言的 在过了三年之后 就讲的那个时候的南国的犹大王 西底嘉王 就真的被巴比伦掳去 甚至被那个巴比伦王挖去了眼睛 成为瞎子 还被上了什么 脚镣跟手铐 被强制带到巴比伦去 所以这边13节的预言讲的什么 网撒在他的身上 在网罗之中缠住 其实就是被上了脚镣跟手铐 然后真的被带到巴比伦去 甚至讲说什么 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 都预言了他的眼睛被挖掉 虽然那个时候都不晓得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为什么这边神说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就知道 哇原来以希杰那个时候 所领受的时候 所传递的真是从神而来的话语 也就真知道原来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所以第二个可以分享 当我们如果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也会使他人知道神 不单单只以希杰这位先知 包含我们每一位 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也是 我们在家庭当中 有一个顺服神的生命 我们的家人会知道 原来有一位神 可以这样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职场也是 因为一个顺服的生命 其实就是一个最有见证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话 我们怎么样应用神的话 我们怎么样用神的话 对付自己 行在神的话语当中 可以使他人知道神 所以这是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顺服的生命 不只是刚刚讲的第一点 不只是第一个 我们自己会尽到神的心意 第二个是会 我们周遭的人 会使他人都知道神 最后一个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顺服的生命 其实就是一篇神的信息 顺服的生命是一篇神的信息 今天短短的1到16节 以希杰顺服神 他演这样的行动剧 其实他的生命 其实就是一篇神要传递的信息 圣愿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 让我们对神的话有 我们也是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当我们顺服好像看似 就是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而活 可是其实是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 就会成为一篇神的信息 神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个人 可以经到神的心意 旁边的人也可以知道神 让我们自己这个人的生命 可以成为神宝贵 要传递到这个世界的一篇信息 求主祝福我们 甚至从今天以希杰书12章 这一段的记载 还有以希杰这一位先知他的生命 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这三点 复习一下 第一个顺服的生命会进入神的心意 第二个顺服的生命会使他人知道神 第三个顺服的生命是一篇神的信息 因为我们一起领受这个祝福 让我们一起经历神话语的丰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到祢的面前向祢感恩 祢的话语何等的丰富 主啊真的到天地都废去 祢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弃 因为祢的话语亲自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且不只进到我们的生命 而是我们的生命也真实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顺服 就会进到祢的心意里面 我们顺服会使他人知道祢是神 甚至我们的生顺服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会成为一篇祢的信息 会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愿祢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个家人 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是一个得胜的一天 是一个充满祢恩典 充满祢恩高 充满祢恩宠的一天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阿妹